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椅早上一来都很乱 我说要把它整理起来 像以前我是修飞机的 我现在要修轮椅 如果人家有什么需要 我觉得我都会向他们帮忙 第一次看到这么热心的人 也许受了他的影响吧 我也加入了志工的行列 请问有什么事吗 阿姨我想要当志工 请问需要什么条件吗 您要来当志工 非常的欢迎你 这是我们一日走动式服务志工的简介 请您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条件是年满15岁以上 那我们的上班时间 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段时间您只要来坐三个小时 可以吗 可以 请您看一下 我们需要请您带您的身份证 来这边填写一下您的资料 姓名身份证 那还有请您注意仔细看 我这边有一个志工服务伦理手册 那确保我们一日走动式志工的服务品质 您仔细看完 请您在这边签个名好吗 妹妹我们一日走动式志工 没有办法提供餐券 医疗保险停车等优待 要请您包涵哦 这样可以接受哦 妹妹这是你的四杯证跟植树卡 每次来的时候要在这只签到跟签退 来 妹妹你的四杯证 妹妹那这是我们的走动式志工的制服 请您穿上它 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您就代表成大的员工哦 记得服务的时候不要穿短裤跟拖鞋 还有我们服务的时间虽然很短暂 可是我们是非常要有主动跟耐心爱心 因为有时候病人会很不耐烦跟冷漠 可是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包容去接受它 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哦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去服务了好不好 报到的第一天志工伯伯这么告诉我 在服务病患时要注意 脸要笑 嘴要甜 腰要软 眼睛要亮 手脚要快 耳朵要立 头脑要清醒 看到伯伯小心地搀扶病患 用身教来告诉我所谓的志工七宝 当那位病人伸出手来跟我说谢谢时 我被突如其来的举动愣住 但立即转成了满满的喜悦 原来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陈同学 因为第一次我们成大医院 这次我们成大左洞室志工 所以我会给你介绍里面的环境给你实施 我们现在因为你第一次来 所以希望你了解里面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工作就是了解我们中庄服务台 中庄服务台有这些阿姨可以帮忙 我们给你们解决一下问题 你们如果没了解的事 你直接带来这里他就替你们处理 先生有什么事了 冯先生你好 我现在要来这内市政 那这内市政要怎么走去 好 我们请陈同学带你去 谢谢陈同学 陈同学 这个守护梯的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量的就是看着人家来 那个行动不方便的年老妇女 我们请他坐大电梯 如果有患者要上去门诊 我们要心道 手道 让他们安全就诊 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就医的工作 想问这种情形我们就要临机应变 脑筋反应很快 维护他的安全这样子 手动室志工以现场的需要 来调配你们的工作 你今天来是要来当电梯小姐 所以希望你要像百合公司的电梯小姐一样 以微笑来服务顾客 这个电梯是一楼到十楼 中间没有休息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们的民众提醒一下 让民众知道 以免他们搭错电梯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电梯比较小只供一般的访客使用 然后你有轮椅的话 麻烦到两边比较大的电梯去 会比较方便 怎么那么麻烦 我只是要推他到二楼看诊而已 你还限制这么多 你没看到我爸爸的腿这么痛 还叫我退来退去 很快的啦 我肩很痛啊 很快的啦 让林小姐 刚才那种情形 如果家修 建议要借电梯来说 我们只要帮他 辅导他 让他坐电梯上去 顺利地完成他们的医疗工作 走动式志工 常会派到各科部支援 去协助文书处理 其他的还有 到大门口收接轮椅 推病患到诊间 或协助药局拆药等等 那天我推病患到诊间时 看到志工阿姨和病患 开心地笑着 他跟我说 常看到一些老人家 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在冷冰冰的建筑物里 他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伸出温暖的手 陪他们说话 我感觉到他的手 也温暖了我的心 中先生 我要借让我的论语 请问你要不要押金 成大医院都没得收押金 现在麻烦你去押上去 谢谢 我借让你 好 真切谢谢 论语怎么使用 轮椅是这样子 先把它打开 再压下去 这样就可以做了 好谢谢 还有这个轮椅 可不可以借回家 轮椅 这个是我们院内在用的 不可以借回去 你如果要住院 要到病患那边要到病患那边有轮椅可以住戒 还有你如果要借回去 要到地下室有补记租戒中心那边可以借回去 好谢谢 谢谢 先生你好 我需要去停车 那我那个 我的病人能不能先放在这里 激放一下 或者您帮我把它推到外科门棕 谢谢 可以可以 我们这里空气不好 外面空气不好 我把病人送到那个服务台的前面 麻烦你停好车了以后 一定要来把它接走 因为我们不负责看护病人 那天在药局 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我上前去帮忙搀扶 想到了在服务的这段期间内 常会看到陪伴在老人家身旁的 往往是最不亲近的飞庸 那年迈的身躯 无助的双眼 让人想多陪他们说话 哪怕是我们听不清楚的口音 我想到了周杰恩歌词的一句话 他要的只是陪伴 而不是六百块 比你给的还要简单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四乡小时候我们生病时 哪一个人不是由父母亲自带来的 如今我们却把责任交给飞庸 志工大哥 麻烦一下 把我们带去急诊 我来停车 拜托一下 对不起 因为急诊病人很透湿 随时会有状况发生 我们没办法负这个责任 还是麻烦你自己把车子开到急诊门口 急诊病人很多车都摁进去 我拜托你 你们这么多人一个把我搭三天一个 我来停车 不是 我要帮你帮忙 有的人困难 我就不乖你 你就帮我帮我帮你 有事情我就帮你付赞 就是真的问题出席的生命问题 也變化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不能做主啊 你這樣說 說都不會翻車 你拜託一下 帶一下 我來停車 不是我不要幫你幫忙 這個你要貼回我們的困難 你們這麼多志工在這裡 我拜託你們這樣做不夠 這個很讓我們很威懶 我們不可能幫你解割這個問題 不然我去找警衛來好了 警衛先生 早就起來 這樣有什麼事嗎 我有病人請志工他們幫我推到急診 他們都不幫忙 那我能怎麼辦呢 你已經到門口這邊就是不能夠停車啊 我到自己去把你幫你開門 直接開到就上邊把你幫你開門 這樣就在急診那邊進來 一定要到急診那邊 從那邊進去 情人節快樂 一位志工大哥拿著玫瑰花分給我們志工們 收到的人都很驚訝和開心 是他戀愛了嗎 事後才知道他的老婆過世了 這裡曾經是他熟悉又傷心的地方 他卻選擇把醫院當志工 把思念藏在心底 將愛分享給更多的人 就像拿過玫瑰花送人的那雙手一樣 時常會散發出另一股幽香 屁ileri和菲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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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一日走动式服务志工的简介 请您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条件是年满15岁以上 那我们的上班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段时间您只要来做三个小时可以吗 可以哦 请您看一下我们需要请您带您的身份证来这边填写一下您的资料 姓名身份证那还有请您注意仔细看哦 我这边有一个志工服务伦理手册那确保我们一日走动式志工的服务品质 您仔细看完请您在这边签个名好吗 妹妹我们一日走动式志工没有办法提供餐券 医疗保险停车等优待 要请您包涵哦 这样可以接受哦 妹妹这是你的四肥证跟植树卡 每次来的时候要在这只签到跟签退 妹妹你的四肥证 妹妹那这是我们的走动式志工的制服 请您穿上它 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您就代表成大的员工哦 记得服务的时候不要穿短裤跟拖鞋 还有我们服务的时间虽然很短暂 可是我们是非常要有主动跟耐心爱心 因为有时候病人会很不耐烦跟冷漠 可是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包容去接受它 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哦 那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去服务了好不好 好 报到的第一天志工伯伯这么告诉我 在服务病患时要注意 脸要笑 嘴要甜 腰要软 眼睛要亮 手脚要快 耳朵要立 头脑要清醒 看到北北小心地搀扶病患 用声教来告诉我所谓的志工七宝 当那位病人伸出手来跟我说谢谢时 我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弄住 但立即转成了满满的喜悦 原来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陈同学 因为你第一次来陈大医院 这次陈大左洞室志工 所以我会给你介绍里面的环境给你熟悉 我们现在因为你第一次来 所以希望你了解里面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工作就是了解我们中央服务台 中央服务台 有这些阿姨可以帮我们帮忙 他就帮我们处理 先生有什么事 冯先生你好 我现在要来做内市政 内市政要怎么走去 我们请陈同学带你去 谢谢 陈同学 我们这个守护梯的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眼睛亮 就是看到人家来 那个行动不方便的年老妇女 我们请他坐大电梯 如果有患者要上去门诊 我们要心道守道 让他们安全就诊 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就医的工作 请问这种情形 我们就要临机应变 脑筋反应很快 维护他的安全 这样子 手动式志工 以现场的需要来调配你们的工作 你今天来是要来当电梯小姐 所以希望你要像百合公司的电梯小姐一样 以微笑来服务顾客 这个电梯是一楼到十楼 中间没有休息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们的民众提醒一下 让民众知道 以免他们搭错电梯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电梯比较小 只供一般的榜客使用 然后你有轮椅的话 麻烦到两边比较大的电梯去 会比较方便 怎么那么麻烦呢 我只是要推他到二楼看诊而已 你还限制这么多 你没看到我爸爸的腿这么痛 还叫我推来推去 我肩很痛啊 小姐因为为你过路他的安全 所以希望你坐大台电梯 更安全 更大台 我请这位学者带你过去 您志工都管得多吗 小姐 刚才那种情形 如果家修 坚持要借我们的电梯来说 我们一种想办法 辅导他 让他坐电梯上去 顺利地完成他们的医疗工作 走动式志工 常会派到各科部支援 去协助文书处理 其他的还有 到大门口收接轮椅 推病患到诊间 或协助药局拆药等等 那天我推病人到诊间时 看到志工阿姨和病患 开心地笑着 她跟我说 常看到一些老人家 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在冷冰冰的建筑物里 她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伸出温暖的手 陪他们说话 我感觉到他的手 也温暖了我的心 中先生我要借让我的轮椅 请问你要不要押金 陈大医院都没得收押金 现在麻烦你去那里订去 谢谢 我借两个人 正确谢谢 轮椅怎么使用 轮椅是这样子 先把它打开 再压下去 这样就可以做了 谢谢 还有这个轮椅可不可以借回家 轮椅 这个是我们院内在用的 不可以借回去 你如果要住院 要到病患 那边有轮椅可以出借 还有你如果要借回去 要到地下室 有补济租借中心 那边可以借回去 好谢谢 谢谢 先生你好 我需要去停车 那我的病人能不能先放在这里 激放一下 或者您帮我把它推到外科门棕 谢谢 可以可以 我们这里空气不好 外面空气不好 我把病人送到服务台的前面 麻烦你停好车路以后 一定要来把它借一种 因为我们不负责看护病人 那天在药局 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我上前去帮忙搀扶 想到了在服务的这段期间内 常会看到陪伴在老人家身旁的 往往是最不亲近的飞庸 那年迈的身躯 无助的双眼 让人想多陪他们说话 哪怕是我们听不清楚的口音 我想到了周杰恩歌词的一句话 他要的只是陪伴 而不是六百块 比你给的还要简单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试想小时候我们生病时 哪一个人不是由父母亲自带来的 如今我们却把责任交给飞庸 志工大哥 麻烦一下 把我们带去急诊 我来停车 拜托一下 对不起 因为急诊病人很特殊 随时会有状况发生 我们没办法负这个责任 还是麻烦你自己把车子开到急诊门口 急诊那些车很多就搬进去 我拜托你 你这么多人一个 帮我帮我三天一个 我来停车 不是我给你帮忙 有困难 preciso 你就給我帶一帶 如果有事我就自己付帳 就真的問題出的生命問題 也變化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不能做主啊 你這樣說要說都不翻車 你拜託一下 帶我帶一帶 我來撐車 不是要幫你幫忙 要貼花我們的困難 你們這麼多資格在這裡 我拜託你們 這樣做不夠 這個很好 我們很為難 我們不可能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我去找警衛來好了 警衛先生 坐一起來 這有什麼事嗎 我有病人 請志工他們幫我推到急診 他們都不幫忙 那我能怎麼辦呢 你已經到門口這邊就是不能夠停車 完整 我到自己去那邊幫你開門 直接開到牛場那邊幫你開門 只能從急診那邊進來 一定要到急診那邊 從那邊進去 好 情人節快樂 一位志工大哥拿著玫瑰花分給我們志工們 收到的人都很驚訝和開心 是他戀愛了嗎 事後才知道他的老婆過世了 這裡曾經是他熟悉又傷心的地方 他卻選擇把醫院當志工 把思念藏在心底 將愛分享給更多的人 就像拿過玫瑰花送人的那雙手一樣 時常會散發出另一股幽香 很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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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